长得漂亮请吃饭 长得一般就买一杯奶茶打发 这也太现实了吧 大哥29岁 是名外墙工程承包商 月薪2万左右 名下有房有车有门面出租 另外还开了一家小酒馆 每年孙红都有6位数 这次来相亲 大哥将约会帝 定在了自己的出租屋 结果相亲女嘉宾还没到 前女友反而找上门了 按照大哥的描述 前女友是个好吃懒做 且脾气暴躁的人 两人早已分手 但女方穷追不舍 总之被前女友这么一脚合 相亲的事情被迫终止 这也导致女嘉宾空着肚子 从上午等到了下午 好不容易等前女友走后 大哥也是非常抱歉 嚷嚷着要给女嘉宾赔不试 因为呢这个女嘉宾在这儿啊 等半天了 本来说去你们家 现在由于这么个情况也去不了 从上午一直等到现在下午2点钟了 你赶紧安排一下 我现在去找个吃饭的地方嘛 请求你把女嘉宾邀请过来 到了餐厅后 大哥啥也没干 就坐椅子上玩手机 没人上前问了才知道 人家绅士着呢 点菜了吗 啊 为什么啊 这个是 那就是我肯定把材料拿给你 哦 你先点一下 点起来 只不过绅士归绅士 都已经到了喝下午茶的时间了 女嘉宾还没吃饭 不管怎样 大哥都应该先点了菜再说吧 可你猜怎么着 任凭没人怎么劝说 大哥都非常坚定 直到实在躲不过去 才说出实话 我等下能看到的呀 我请的吃饭 我等你等没看到 我都觉得是什么 我不喜欢我 我看不上 我都觉得没必要 我对我打不就行了 我被拿给你 原来 生事是假 不想花钱是真 啊 这姑娘等了你好几个小时 这时间比不上一顿饭钱吗 这起码的态度还是要有吧 只能说主持人就是我的互联网嘴屁呀 真最痛爱我的亲自个饭 要是看不上 对 然后就字字一别打一擦了哟 作为一个去年纯收服30多万的男人来说 我还是觉得真的是差了一点饭 这个眼高于顶的承包商来相亲 上一秒还在吐槽前女友好吃懒做 下一秒却嫌弃起了相亲对象 不如前女友好看 挑剔哥来相亲 对另一半的要求是 长相不要太漂亮 有正经工作 温柔贤惠就行 没人给介绍的对象女嘉宾 从事餐饮前台 身高163 长相不说美貌天仙 但也算是中等天上 结果你猜怎么着 两人第一次见面 挑剔哥态度明显冷淡 问就是没看上 因为女生身高 颜值都达不上他标准 所以评价女生外貌也就算了 挑剔哥还要戴上自己的前女友进行比较 啊这我真的直呼救命 挑剔哥和前女友现在还处于纠缠状态 女方时不时找到他家求复合 提到前女友 挑剔哥那叫一个不满意 首先是脾气不好 其次是工资逼 关键吧 还好吃懒做 从挑剔哥的语气中看得出来 他是真怕了这位前女友 连带着语气都流露出反感 只不过谁又能想到挑剔哥一边嫌弃前女友 一边却将前女友搬出来和相亲对象做对比呢 但不管怎样挑剔哥和女嘉宾总算是坐下来聊天了 可心的问题也出现了 原来挑剔哥一直没有删除前女友联系方式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没有删人的习惯 哪怕前女友三番两次找上门 那你怎么没有删他 你还换过我 我玩 中间那个语气都比较坏 只是短短短短 都比较 但是他前面是不想让我刷了 比如说他想让我刷了 他回腿起来 特别回来就知道 呃 咱就是说哥实在不行 你就和前女友复合吧 多婴儿 我心里好像不愿意 对你 我这个人